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1年的4月11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台湾驻美大使馆双向元的重新启用 预示着美台向建交的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 美国与中共断交已在不远的将来 令习近平与江家的决斗还在进行中 在美国时间的4月10日 郭先生发了个盖特小视频 在视频当中,郭先生主要讲了 一,美国国务院对待台湾完全是对等国待遇了 把原来台湾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相术员都恢复了 二,这周会对中共国的中概股进行新的惩罚 欧洲会跟进 日本正在起草一系列对中共的科技企业全面的制裁 瑞典,土耳其,法国,英国,日本,美国 因为中共过去所谓的战狼外交变成了疯狗外交 这些国家要把这些疯狗关起来 把他们赶回他的狗窝去 这是过去一两年前 人们连做梦都想不到的 三,疫苗经济已经变成疫苗灾难了 很多人都不打疫苗了 很多国家会因为共产党提供的假疫苗而导致的死亡 会向共产党追责 有更多的人会参加到揭发共产党病毒真相的队伍中来 另一个像闫博士一样的人也会站出来 四,所谓的美中关系 美中军事关系 美中外交关系 美中贸易关系 不会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结果发生 昨天在华盛顿由政客公关公司等参加的party上 所有人都在谈论 拜登政府及其国务院现在对付共产党的招数 勇气胆量会错过一次次的最佳战机 把美国人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现在是美国与日本欧洲关系最好的时候 大家应该要联合起来灭购 七,全世界都在通胀 疫情之后很多劳动力不干活 物价上涨 这非常不正常 这是政客操弄货币 操弄经济市场的灾难性结果 全球的经济大灾难一定会到来 晚一点 年底 早一点 五六月份 听完郭先生的小视频 再看一下其他媒体关于台湾与美国政府关系 进一步推进的报道 据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政府发布了与台湾对口部门进行互动的新准则 美国官员将能够定期在联邦政府大楼 接待台湾当局官员 美国官员还将被允许在台湾的经济和文化办事处与台湾的同行会面 美国官员还将能够参加在双向员举行的活动 双向员是台湾中华民国政府驻美大使馆 当年美苏对抗 美国为了拉拢中国 对抗前苏联 就把香港台湾给牺牲了 让香港回归大陆 台湾失去了在各个世界组织以及联合国的地位 美国同大陆建交 之后又由于大陆庞大的市场和极其廉价的劳动力 美国跨国集团 华尔街 好莱坞高科技公司都要从中国大陆赚钱 渐渐的台湾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再加上大陆富起来后变得更加强横 威胁拉拢某些国家与台湾断交 所以台湾在整个世界的话语权就更加微弱了 只在美国想要敲打大陆时 才把台湾拿出来用一下 但随着习近平上台想要称霸世界 想尽一切办法搞垮美国 又是投毒又是操纵2020年总统大选 现在又在中东搞事和想要人民币国际化来击垮美人 美国已认识到中共才是美国的最大威胁 所以现在又要渐渐的和台湾走近来打压中共了 但由于跨国公司华尔街在大陆的利益太多 他们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又太大 所以现在美国只是试探性的一点点的与台湾渐渐拉近 但有了这个开始就是好事 尤其是台湾驻美大使馆双向人的重新启用 预示着台湾与美国的关系 在官方层面上更进了一步 相信不久的将来 美国一定会与台湾建交 与大陆断交 台湾的春天将要到来了 在4月9日郭先生还发了一条guide 在guide中 郭先生写道阿里巴巴被罚款182.28亿元 这只是办案费用 阿里巴巴的故事还长着呢 只有出现江志成的名字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办案的开始 在新京网 新浪财经 央视等官媒 在数分钟内全部发长文 全网传播阿里集团被罚182.28亿元的消息 说明阿里集团的事件是由最高层直接独办的 涉及习近平与江家的最高层的政治斗争 但这只是开始 因为只说马云和阿里没有提到江家 说明双方还没有到近身肉搏的阶段 再加上现在美国以及西方对中共病毒真相的步步紧逼 江家肯定想让习近平背这个锅 而习近平也想趁此机会把江家一网打尽 所以双方就在马云的阿里巴巴上开始了较量 江家是深耕中国政坛20年的家族 根深夜貌 现在的军队 政法委还有很多官员都是心向江家的 但习近平可是现今的皇上 并且已渐渐地掌控了中国的刀把子 枪杆子 力量不容小觑 双方都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对方吃掉 只能一点点来 而马云的阿里巴巴就是习近平 想要吃掉江家的又一口 若出现江志成的名字 则说明习近平几乎把江家彻底干掉了 双方的斗争取决于国内外的各种形式的变化 短时间内不会分出绝对的胜负 我们吃瓜的群众只要看好戏就行了 最近郭先生的直播多次提到恶性通货膨胀 以及经济危机已经临近的言论 有位叫如松的财经博主 也根据他搜集的资料 写了一篇恶性通货膨胀 可能先在南美爆发 而南美爆发恶性通胀 收缩农产品的出口 很可能就是诱发全球通胀的突破口 他文章的资料和观点如下 在此向如松表示感谢 委内瑞拉人均耕地15亩 再加上该国马拉开波湖附近的广阔鱼场和牧场 可以达到人均333公斤的粮食 该国每年只需进口少量的补物 就可满足该国对食品的要求 但在2020年 委内瑞拉人均粮食才只有70公斤 相当于每天0.19公斤 不足4两 近10年南美风调雨顺 没有任何天灾 所以只能是人祸 就是近几年 委内瑞拉惊人的恶性通货膨胀 不仅导致粮食大幅萎缩 石油产量也大幅下降 这次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的最大的冲击 就是财政收支快速恶化 各国政府负债率迅速上升 从上个世纪到现在的实践表明 南美各国的财政耐冲击能力最差 因为南美的贫富差距恶化的最为严重 在2021年的1月5日 巴西总统伯索纳终止了救助金的发放 因为巴西已经耗尽了财政资源 再没有能力救助失业者了 而现在巴西的疫情还在恶化中 从货币走势上 南美国家已经有了通胀失控的迹象 阿根廷的汇率已经出现了双轨 要知道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 可是全球农产品矿产品的出口大国 一旦他们财政出现危机 通胀恶化 像委内瑞拉一样生产萎缩 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供给 就会出现短缺 就有可能诱发全球通胀 最主要不仅是南美 全球各国的财政都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 就是各国的财政收入都在减少 支出都在增加 并且各国央行还在印钱 各国生产萎缩 生产的东西少 挣钱的人少 货币又超发 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各种条件 都已经具备了 若南美财政首先支撑不住 则南美则是倒下的第一例多米诺骨牌 之后就是全球经济的崩塌 美国三月份的PPI达到4.2% 创十年新高 中国三月份的PPI也高达4.4% 就看什么时候传导到居民消费物品的价格上了 全球公认的5%就是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现在中美的PPI都已超过4% 估计用不了几个月就会超过5%了 再说一下其他方面的新闻 中国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在今年的4月15号开始实行 新规要求各地一把手直接负责粮食安全问题 再次说明中共的上层已意识到全球通胀 经济危机情况下 中国的粮食危机也会出现 所以提前做好了部署 最后说一下在4月8日 郝海东在路德时评节目中爆料 福明霞 郭晶晶等人的事真的很劲爆 颠覆了我们以前的认知 娱乐圈喊乱 大家都知道 没想到福明霞 郭晶晶等运动员 14 5岁就已经与人上床 福明霞还吃摇头丸 以前一直以为从小生活在国家队 准基础管理的环境下 那些运动员的生活很单纯呢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拜拜 拜拜